新北市与微生电子签订新北乐学习推广合作MOU 将青诗生平台改版2.0 并且在学习吧新增了作文助教导入AI 节省了老师批改审阅的时间 而未来还将加入AI演算分析工具 发展数位导师系统 让新北教育跨出数位转型的一大步 AI风潮来袭如何运用AI创造更好的效益 新北市与微生电子签订学习推广合作MOU 除了将青诗生平台改版为2.0 还将利用AI演算工具进行分析 发展数位导师系统 尤其这次在学习吧上新增了作文助教功能 让学生在绞交作文读书心得等作业后 就能够看到AI提供的纠错和评语 确认调整再回传给学生 节省了老师批改和审阅时间 让老师和学生间有更多的讨论时间 用会考的标准 不管是结构利益取材 结构组织或者是潜词用字 还有写写错字的部分 我们都让AI可以做更完整更详细的分析 很快做数据化分析 然后我们就立刻可以知道学生的落点在哪里 我们可以就是花5分钟他批改完 就是由AI来批改完 然后我们就可以立刻上课做检讨 所以小孩就更知道他自己哪里有问题 然后可以做讨论 除了以AI批改作文 在记者会上 新北市教育局局长张明文 以及海山国小小朋友 还透过了实地演示 展现青诗生平台学习吧上的智慧课堂 以及云端课程模组 而且在完成学习后 可以马上累积点数到青诗生平台 让学生学习更有动力 局长张明文指出 青诗生平台登入一次 就可以使用129个网站资源 而且每日使用的人次达6万次 AI技术的应用可以协助老师 有效率的管理学校事务及教学 也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 善用我们资讯科技 AI的一个使用 可以更有效率 而且再加上老师 永远的一个温度跟指导 我相信可以事半功倍 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的AI 来帮助我们新北市 所有的老师在未来 在教学上更Smart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未来将持续与民间企业攜手共同培训AI种子教师 并且不断探索AI在教育领域的新应用 使其落实在教育政策中 跨出教育数位转型的已达步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